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蓝月谦 6月29号 在日本的大阪 召开集团体的峰会 今年的峰会 其实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之前有跟观众朋友们解释过 在上一次的财长会议 因为财长跟央行行长的会议是非常的重要 财长跟央行行长 他们达成的共识 以及他们对于当前的经济的评估 以及他们认为 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当前的经济的问题 他们做出来的一些结论 可以提供给他们的政治领袖 政治领导人做最终的参考 所以那是非常的重要 那为什么集团体的会议很重要 是因为集团体虽然就二十个国家的领袖来参加 但是这二十个国家在全世界一百九十二个国家里面 他们占有所有的GDP的总量将近百分之八十五 所以二十个国家分配了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五的财富 各位想想看 他们的这些政治领袖对于当前的经济的决定 游戏的规则或者是一些政策方案 那么有了共同的共识 有了共同的意见 那么做了一个决定之后 回去他们的财政的这种各种措施 金融的央行的货币的各种措施 他们就可以推出来了 当然还会有经济的各种措施都会推出来 来改善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 所以集团体的峰会它是非常的重要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看到 在这个联合国的IMF 它的评估是全世界的经济在往下走 主要的原因就来自于美国对中国大陆 以及美国对全世界所发动的这个贸易攻击 也就是保护主义 一直提高关税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时候 各位想想看 二十五的关税就等于是你一百块 还要再加入二十五块 一百二十五 我们的商品的利润很少有能够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的 这么高的利润 绝大部分的商品都低于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 你单单关税就加到百分之二十五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会使商品非常难买卖 也就是非常难卖出去 现在川普针对的中国大陆猛打 中国大陆也在反手 在攻击这个美国 而且中国大陆的这个不可靠的实体清单 近这几天内就一定会公布 接着国家安全科技的禁止输出清单 也马上或是原则马上就会公布了 我们看到整个经济往下走 其实真正的原因都来自于川普所发动的 对于全世界的贸易战 也就是保护主义 那解决目前全世界经济下行的根本问题 其实就是要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团结起来 来给美国施加压力或是劝导美国 不要再发动贸易战 停止贸易战 停止保护主义 回到WTO的国际自由贸易的这个框架来 大家都知道药方在这里 主办方是日本 但是日本没有这个勇气 日本也知道问题在哪里 因为日本也是受害过 而且日本在七月份的时候 这个受害的情况就开始出现了 但是日本却没有勇气 所以在财长会议我们看到失败了 暖弱无力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就在六月十号的时候 安倍晋三以及川普都非常的忙 川普忙什么呢 忙得接受媒体的访问 他在媒体的主持人提问下 主持人问他说 如果习近平不出席集团体会议 或者是他出席了集团体会议 但是却不跟你见面 那你怎么办 川普竟然向小孩子的说 如果他不出席集团体会议 或是不跟我见面的话 我就要把剩下的三千两百多亿美元的 中国大陆输往日美国的商品 全部增加关税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 又开始采用这种极限施压 威胁恐吓的一个方法 有没有像小孩子 那安倍晋三呢 安倍晋三他在六月十号的时候 那么跟他的这个外相 去接见中国大陆新派到日本的这个大使孔玄佑 这么盛大的一个会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安倍晋三的焦虑写在脸上了 因为安倍晋三向孔玄佑说 我很希望能够这个迎接这个习近平主席的到来 我也希望能够跟他会面 我们好好谈这个中日未来新阶段的关系 我们要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安倍晋三的言下之意就是他也希望跟习近平会面 主办方是日本安倍晋三理论上来讲一定会跟习近平会面 但是为什么安倍晋三特别讲这句话 我觉得释放出来的讯息是习近平不见得会参加集团体会议了 孔玄佑只说我们两国应该要努力让中日的关系能够更上台阶 可是对于习近平会不会去出席集团体知日未提 美国也多方的去试探甚至放出各种消息 说他们可能会会面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工作午餐 或是晚餐等等的 但是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 没有松口说习近平会出席集团体会议 我们就问如果习近平没有出席集团体会议 改派王岐山或是派他的总理李克强来出席集团体会议 这个会还要怎么开 会还开得下去吗 大家的媒体的焦点是会在川普身上 会在安倍晋三身上 还是大家都会在谈的是习近平没有来开这个集团体的会议 这个集团体的会议还有开的必要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整个世界的分量已经转变了 我就记得有一年这个在APEC会议的时候 欧巴马他就故意不出席了 他认为欧巴马不出席的APEC的会议 APEC的会议就开不了了 结果在那个时候胡锦涛出席的时候 他成功的把这个会议的焦点全部都集中在胡锦涛的身上 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身上 中国大陆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的最大的一股力量 欧巴马一发现他的不出席的策略失败了 他第二年就赶快出席了 他当年没出席的时候遭到非常多的批评 可是你看这次如果习近平不出席集团体会议 这个会就开不了了 我们就看到原来世界的重心跟影响力 已经悄悄的在转变了 世界是很奇妙的 一直在变 国事也是很奇妙的 也是一直在变 美国在目前来讲 还是世界第一强国 第一大国 第一经济的大国 但是被川普完成在国际间竟然没有这样的一股 影响力 你就可以知道川普领导的美国 把美国的外交资源 把美国在国际的形象跟影响力消耗的差不多了 这就是美国他们选出来的总统川普 而他连任的可能性还很高 我们看到美国这样的一个衰落 其实我们也不胜唏 因为二战以后 他曾经是世界一等一的强国 怎么会被一个国家的领袖领导成为今天这个下场 不要忘了美国的科技能力 军事能力 经济能力 都还是世界第一强的 但是他的政治 却把它完成 不是第一强的国家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蓝月谦 我在无色觉醒